大家好,我是五仔 今天說一下娛樂圈的事 可以說是周凱薇小姐的娛樂速遞 嘩,厲害了 她最近說打了疫苗 原來她是長居內地的 54歲的周凱薇 日前透露已經在北京接種了疫苗 但她稱去年因為疫情關係 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工作 也指已推了三部電影 當4月時知道居住在內地的港澳人士 可以接種疫苗 她就馬上進行預約 還指她的員工和保姆 在農曆年前已經打了疫苗 令她很羨慕 嘩,這麼厲害 近年其實也有看到海味的新聞 小時候也有些喜歡她 有些人說希哥的樣子跟周凱薇有點相似 我跟她試過把兩張照片放在一起 的確有點相似 遲些再放上網給大家看看 感覺上她的口音和口音是挺有趣的 挺女一的 小芙蓉我最記得她那時 但小芙蓉之前已經拍過很多無線劇集 都是很紅的 今天會說說她以前的情史吹到 以前的老公和黎明打架都有的 這些要說一下 另外先說回她的接種疫苗 因為在九十年代開始 已經有傳周凱薇本身患有紅斑狼瘡症 被迫停工休養 又不時傳出病情復發 更曾經被拍到前往醫院求診 但周凱薇一直都沒有對紅斑狼瘡症而表態 所以這次周凱薇接種疫苗 有內地的網民就留言問她 她說你不是有免疫系統疾病嗎 你可以打疫苗嗎 周凱薇真的首次回應 我想九十年代到現在也有三十年 三十年傳了她這個病 但她說多謝 她就這樣說 在微博上遮遮 我沒有病 請別相信謠言 是多年來首次罕有地開刊 講及自己的病情 好像她從來都沒有提過 這個可以說是幫自己的病闢謠 另外她說得最多 傳媒也最關注她的 未必是她的娛樂事業 應該是她的感情生活 曾經跟呂良偉結過婚 有傳是她們八個月就叫閃結閃離 即是結婚後八個月就離婚 就是因為呂良偉撲燥 就跟黎明大打出手 傳到大大 究竟是怎樣的呢 當年周凱薇可以說是很漂亮 也是當家的呂一 就說感情生活多姿多彩 當年出道不久 已經跟大約十年的呂良偉拍拖 還經歷了一段短暫而烏弄的婚姻 海美出道不久就跟呂良偉一起 八九年就跟她在美國的拉斯維加斯註冊 考慮到事業 兩個人就把她們結婚一事 把這個婚信秘而不宣 即是不傳出來 自己結婚就是自己的事 不過是閃結閃離 只維持了八個月的婚姻關係 對於二人的離婚有不少的傳聞 當中傳得最厲害是指黎明介入她們兩個人之間 因為當時我記得我小時候都喜歡看這套 就是海美和黎明合作的回到尾家時 當時她們成為了好朋友 就說黎明和海美經常出雙入對 而傳出緋聞 當時有傳呂良偉和黎明在disco中 俠路相逢 一個是老公 一個是緋聞男友 或者是電視台的拍檔 男女主角她們都經常談情 所以有傳她們在disco中 合路相逢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不過傳聞從來未得到證實 其實以前的事情 你靠吹就可以吹出來 為什麼不跟外星人打呢 真的 海美之後就跟呂良偉分手 但還未扮演離婚手續 直到1996年 呂良偉要跟鄺美雲結婚 才發現當年的婚姻手續 根本跟海美沒有完成 所以其實她們沒有結過婚 兩個人結得認真是很烏龍 呂良偉跟鄺美雲之後又是離婚 真的很多段婚姻 說到2010年 呂良偉曾經提及兩個人離婚的真正原因 她說周凱美是演員 生活很不規律 半夜才睡 翌日下午才起床 她說令到她爸爸很不習慣 要求海美改變一下習慣 但是不成功 呂良偉當時為她爸爸而選擇離婚 這個藉口真的我是男人有一點看不起她 你不要說你爸爸的習慣 而影響到才行 這些很不負責任 你算是什麼愛呢 當然了 之後她也有第三任的老婆 如果海美當第一任 因為她們心靈上是結婚的 之後呂良偉也結婚生了兒子 不過那些就不要說了 如果主力說海美 我會想研究一下 為何呂良偉的兒子沒有爸爸 那麼有型 又好像沒有媽媽那麼漂亮 情侶好像圓圓的肥肥的 稍後再說到呂良偉再說 說到呂良偉分手之後 周凱薇曾經跟游泳教練兼演員林偉亮拍拖 這個林偉亮現在做了和尚 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 以前很多電影都有她的 曾經有一套是周星馳那套是否家有喜事 但是跟鍾麗堤一起做尖那個 肌肉帶來曉嬌 接著搓過長頭髮那個 現在做了和尚 看破紅塵出家為憎 有傳跟小傳今日子的老公永賴正敏 他著過 但也被周凱薇否認 之後曾經跟迪生集團的執行董事 吳士榮和亞視編導周家文拍拖 但通通都是分手告終 最後周凱薇就在北京定居 原來是因為認識了一個 小過他七年姓劉的建築師男朋友 周凱薇曾經跟這個男朋友一見鍾情 認定對方是Mr.Right 還不理家人的反對就搬到北京定居 凱薇每次提到的男朋友都表現得非常甜蜜 但兩人拍拖多年始終未能收成證果 在2016年周凱薇宣布回復單身 說到他的感情事 其實他對建築師男朋友原來是小了他七年 一見鍾情一拍就說拍了十二年拖 他這樣說 下一份報道就這樣說 03年拍了十二年 最後因為女方沒有打算結婚就結束了這段感情 周凱薇是否仍然相信愛情 這是他自己說的 相信的 是仍然相信的 他說過往幾段愛情最深刻是哪一段 他就說最深刻是之前曾經同一位中法混血而拍拖 他有一半是法國人一半是中國人 但他覺得這個人是偏向法國人多一點的 所以是很浪漫的 而且會很尊重你 很尊重你的一切 兩個人相處是覺得很舒服的 他說跟已經分手的男朋友還可以做朋友嗎 他說大部分都可以做朋友的 他說跟這個建築男朋友分手之後 到現在有沒有拍拖 他就說已經很久沒有拍了 接著就要說說他五十多歲也算保持得不錯 但其實近年我覺得他的感覺是再大了一點 前幾年應該保持得再好一點 始終骨膠原會流失 我看到他近年也有放一些音樂 其實我又覺得女人年紀大都可以長得很優雅 又不用刻意去扮靚妹 始終骨相都是漂亮的 所以不用扮靚妹 年紀大都有年紀大的漂亮 他就說到現在年紀大找男朋友難不難 有沒有什麼擇勾條件 周凱薇就說我覺得沒有難度 只不過是我不去找而已 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很簡單 最重要是心地善良 勤力和喜歡小動物 他說現在這樣的年紀會不會特別喜歡小鮮肉呢 其實坊間有很多傳聞 就說我跟這個小鮮肉拍拖 跟那個小鮮肉拍拖 其實真的沒有這樣的事 只不過是一起喝個下午茶 那些小狗就會拿來炒作 我覺得沒有辦法 所以其實沒有這樣的事 大家也不需要相信 說到皮膚也保持得不錯 有什麼秘訣 在心理上心情很重要 不要每樣東西都苦在口面 有什麼事都要介懷就不行了 其實他是一個很容易開心的人 他說他的性格比較開朗 因為他本身屬馬也是射手座 所以也很喜歡向前看 不喜歡凡事回頭看 懷念以往的點滴 他就不會這樣 我覺得做人要向前看 向前看 他講了兩次 為什麼會喜歡北京 定居了北京 有些人當然會說是奶共 但他不是 不是這兩年發生 他很久之前已經移居了北京 他說是很早期已經是北上發展的藝人 原來已經移居了北京 是十幾二十年了 不知道有沒有掛著香港 記者問他 他就說他剛剛搬去北京的時候 會很懷念香港的茶餐廳和食物 因為他是餵食的 他也很懷念燒美飯 後來慢慢在北京開始有茶餐廳出現 而且味道跟香港越來越接近 又說很好吃 所以都OK 其實他只顧著香港的美食 他說為什麼03年的時候會有移居北京的決定 他說其實02年去到北京拍一部電視劇 叫做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當時下了一場很大的雪 然後他就覺得很漂亮 北京下雪的時候很漂亮 尤其在故宮 他走在街上都是很漂亮的 他很喜歡冬天 所以後來就喜歡了這個城市的決定 在北京發展 他說當初人生路不熟 在北京生活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他就說我分別不了方向 很多時候認不了路 不知道都在哪裡 然後就要周圍問路 他說那些人會說前面500米就往北 然後前面200米就往南 就糟了 他說南在哪裡 500米有多遠 他說完全不懂 根本都分不到 所以最初經常走錯路 離鄉了這麼久 對一個女生來說的感覺是怎樣 他就說其實對我沒有什麼難度 也沒有什麼困難 他說最初入行的時候 已經是周圍去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國家拍戲 所以其實對他來說是OK的 有說到拍戲的新宣史 由於周子若演到滅絕師太 大家都知道 《以天屠龍記》 他以前是曾經最美麗的周子若 現在又變成最美麗的滅絕師太 他說心理上有什麼調整 他就說 認真說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需要調整 他說我覺得坊間觀眾朋友的反應 比自己還要大 其實他很順其自然 因為20年前他演周子若 也都很適合演這個角色 但是今時今日已經50多歲 覺得適合演滅絕師太這個角色 他這樣說 但我覺得滅絕師太不是很適合他演的 因為他的樣子不像好打 他真的不像高手 他的樣子都是很可愛的 我感覺上 他就說有沒有猶豫過不接這個劇 他說有 他說我猶豫的原因就是 我不是因為在同一套劇演出不同的角色 而是因為這麼多年來 他說拍過很多武俠劇 做過很多打鬥的動作 期間受過很多傷 手曾經斷過 腳也被斬到腫了 腰椎也受過傷 因為要吊威也 所以說當時那些導演找他的時候 他也是拒絕的 因為覺得有很多動作都做不到 怕會打得不好看 擔誤了拍攝 最初是拒絕的 兩個角色最大的分別 他覺得一個是周子若 一個是滅絕師太 他覺得不可以混在一起來說 兩個角色都演過 也不代表可以評論角色 因為周子若就是周子若 滅絕師太就是滅絕師太 其實有時候聽他說話 表達能力都是怪怪的 有一次我聽他說 說鬼 我小時候不知道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有一次我看過節目 他講撞鬼的事情 他說完之後 有些網友說 想不到他的人是這樣的 真的很有趣 因為不知道他是撞到 還是這麼迷信 其實一個人有這麼一年多 如果你沒有這些邪見 你去了解一下很多宗教 尤其是我覺得大家 五十多歲的人還是怕神怕鬼 真的要了解一下佛教 你了解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很多事情都很無謂 是的 但看到他之前的訪問 一說起鬼 好像形之鑿鑿 不知道是因為節目效果還是什麼 總覺得他有一點神經質的感覺 但我小時候真的挺喜歡他的 但可能我小時候 很多女明星都很喜歡 很博愛的 他是我喜歡的其中一個 他這些樣子 即是你說感情生活怎樣怎樣 其實就算五十多歲 他真的找男朋友找老公 老公是難一點 我想男朋友應該是不難的 始終都是 不過一個女人你說拍了拖這麼多年 都見不到婚 或者什麼 我不知道他內在性格是怎樣 為什麼會這麼久都沒有一個 很穩定的男朋友 就是有一個 就是年輕很多年 那個說拍了十幾年拖 但最後還是收成不了正果 不過不要緊 有些人是適合個人生活的 有些人是 小時候就要跟老公黏一塊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節奏 我覺得作為一個觀眾 就祝他身體健康 不知道他打了哪種疫苗 不過在北京打的話 就不知道了 既然他說自己沒有這個免疫系統的問題 就祝他生活愉快 畢竟都是叫做一個 小時候看到他大的 不懂的熟人 都是不想他有什麼事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可能我講完之後 你們對周凱薇的了解 又會多了 其實我跟大家講這些新聞的時候 我自己對這些藝人的了解都會深了很多 因為其實他們年輕的時候 我都很小 我們小時候聽不到那麼多花邊 是啊 無端端突然不見了 沒有做了 又遞一個出來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 好像現在的網絡 可以看看他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沒有的 他不見了 周刊就亂抄寫 哎呀呀 呂良偉和黎明打架 是為了他 那時候很多人應該相信了 現在這些周刊 這樣講 其實都挺過癮的 下次再跟大家講多一些不同的娛樂圈故事 拜拜